只寫完一個 它就輸出一個 那如果你要寫第二個的話 就是第五列 所以呢 當然你應該不會 用複製有沒有 然後再做什麼呢 底下的話 貼上對不對 然後把它改什麼 改五對不對 改六 改七 改八 到103吧 所以不會有人這樣寫啦 但這個是 讓你們知道說後面要做什麼 可是如果像這種重複性的東西 它重複的部分呢 只有列有沒有 要把它改成五 改成五 然後呢 再來改成六 改成六 所以呢 這部分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所謂的回圈 那在程式裡面呢 你希望讓程式自動幫你重複執行的話 一定會想到回圈 那回圈其實相當重要啦 重複執行 人最討厭的 可是電腦卻是專長 電腦你叫它重複執行幾千萬遍 所以它都不會有什麼反應 它就是幫你把事情給做完就對了 那怎麼樣執行那個回圈 在VBA裡面 你要學會一個叫Fall的回圈 Fall的回圈敘述啦 那這個Fall的回圈敘述在任何語言都有 都類似 只是寫法稍有不一樣 那我們只要告訴它幾個訊息 第一個 你會產生什麼樣的變數 所以我for i 一般習慣i指的是列 等於什麼呢 這個i呢 它會在4到103之間做變化 OK 打一個enter兩下 nest 實際上這個nest指的是nest i 不過通常這個i會省略 指的是 4下一個就5 4 5 6 7一直往下就對了 它會自動幫你步進 加1就對了 4加1變5 加1變6一直往下 所以呢這個i的數字呢 它會變動 這個i有時候懶得打 因為我的程式風格是 程式呢 字越少越好 所以能省掉的我通常省掉了 那因為VBA裡面 它的變數呢 這個叫變數 可以不宣告 當然也可以宣告 當然可以宣告 可以不宣告 當然 像我講過啦 程式越少越好 那我當然傾向不要宣告 程式越短 那我們 如果說要讓它在這中間執行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把剛剛的程式搬到 4跟nest的中間 並且喔 不要忘記按一個TAB鍵 TAB指的是縮排 那這個縮排是做什麼用呢 因為喔 程式非常在意的 就是非常重視的 就是那個階層的概念 那所謂階層就是 我現在在裡面執行 所以記得喔 這個一定要在下一階 所以以後你程式越寫越多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喔 一定要下一階 記得按個TAB鍵喔 TAB鍵喔 然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 先在外面寫一個 4i等於4到103 所以這個4的話 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OK 那它會自動變嘛 所以呢 這個4這個數字 剛剛只有跑一次嘛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i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它從4到103 全部都跑完了 好程式寫完 應該可以看懂那意思啦 這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 這邊一樣 把它按個執行 不過這個可能要確定一下 你有沒有打錯啊 通常好像同學會打錯都是 像這個Sales一定 永遠都會忘記打S 然後執行好像它會卡在這裡吧 反正你就有沒有 編譯錯誤啦 如果你看到這個 請你注意一下 你打錯字了 OK 好 然後呢 我這邊補一個 然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喔 執行 有沒有看到 全部跑完了 好 而且它會跑到103 剛好103 好 好 那如果你們要清除它的話 那其實清除不用重寫程式 聰明的一定是把這一串 複製到下面 下本名稱改成叫清除 好 那改清除之後的話呢 可是本來是丟什麼東西呢 丟一個這個後面等號就是丟什麼東西給它 丟後面串接完的結果 那可是如果我今天不要丟任何東西的話 好 文字是空的喔 叫空字串就是兩個雙以後 兩個雙以後 其實就表示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呢 其實在這邊就是清除了 執行給各位看 清除了 OK 應該懂那個意思啦 所以其實我是把這個程式 複製過來 改清除 後面呢 變成沒有東西 好 啊記得喔 不要沒事喔 我發現有同學很習慣這樣 你不需要這個東西 這個叫沒有東西 這個叫有東西了 OK 可是你會發現喔 最麻煩是你輸出 看不出來 但是將來如果判斷的話 它儲存格裡面是有東西的 因為一個空白鍵 就表示它裡面有東西了 好 那所以本來沒事的變有事 程式沒有錯就變有錯 所以記得喔 這個地方不要加任何東西 這樣就是清除了 那做完之後一樣 這兩個就可以變成兩個按鈕 所以你可以再插入什麼呢 這個 就可以直接把它變成門號 好 跟剛剛一樣 所以這部分我就大概不贅述了 其他都一樣 你就把它切上了 然後就可以把它跑出 那清除都一樣 好 那 待會的話呢 再來就制定 那個 呃 制定函數部分 目前是沒有 不過應該會有同學問一個問題啦 就是 哎 老師那將來這個103 如果真或減 錄製聚集的時候 固定了 但是VBA 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 呃 不要固定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 那個方式啦 游標放A4有沒有 Ctrl向下 他會停在 103 可是如果有增加東西 他會一直往下 Ctrl向下 意思就是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 Ctrl向下 Ctrl向右是最右 最右邊 Ctrl向左 那我們其實可以模擬類似的狀況 我把那個程式寫在103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自動抓到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這個等一下就來看好了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 E 把剛剛的門號 4的部分 改為 For i 等於 4到103 這個很重要 那些一下 這個地方寫在中間 清楚來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往後 這個部分會 蠻經常性的出現 因為呢 只要在椅子柳裡面 我想跑個回圈 這個是基本的 一定會是一個範圍 那你範圍裡面呢 列跟藍 一定會不一樣 所以呢 你可能還是會需要 用回圈的方式 把結果做輸出